嗨 大家好 我是百合玩具的菸廷 那我今天要為大家開箱是一個很特別的遊戲 大家可以看到這盒子非常大也非常重 那這是冰雲火之各戰棋遊戲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吧 我們會看到這個後面還有旁邊有許多美術 都是關於這個IT所做出來的桌遊 那我們可以直接打開來看一下 裡面的模型有非常多 有超過一百多隻的模型在裡面 然後呢這一家出版商是SIMA 然後就是做非常多模型 然後還有中文是由我們代理的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盒子打開 首先會看到一本中文的說明書 裡面都是繁體中文的 有許多戰鬥的事宜在裡面 然後呢還有非常厚的一個Token Sheet 就是這裡面有各式各樣的Token 那我們當然要先來看這個啦 我會看到第一排有非常多模型 這裡面的模型啊都是非常精緻的 都是可以上色等級的 那它遊戲所有的模型都是已經組裝好的 所以你也不需要額外的組裝或是黏貼 那我們遊戲這個主遊戲裡面就是附了兩個單位 然後還有非常貼心的這個值 這個值是什麼呢 告訴你說哪一個部隊要放在哪裡 不然你每次玩完不忘記怎麼收回去 所以我們總共會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那我們會看到遊戲其實它有兩種顏色的模型 紅色跟灰色 那其實紅色的部分就是我們這次藍尼斯特的部分 那灰色呢當然就是我們的史塔克啊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裡面還有一些卡片 這裡面的卡片呢都是玩家幫助卡 以及它單位的特色 然後我們這邊也都可以看得到 這都是繁體中文的 然後還有這一點 這點是戰術卡 戰術卡的部分等一下 規則影片也會再強述 然後當然還有骰子 有十顆的D6 以及一顆比較特別的D3 它裡面只會骰1到3 然後呢還有這些 然後遊戲這一次也附的很特別 它有一個騎兵在裡面 那騎兵的底板你會看到跟其他人不太一樣 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簡單來看一下這裡面比較特色的部隊吧 這就是藍尼斯特一般的軍隊 你會看到說它拿的相當好的 它身上的裝備其實是相當的精良 然後這個是幾兵 幾兵的話它的攻擊力稍微是比較高一點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一盒的話 這種通常就是隊長 那隊長它會有比較明顯的Banner 會有一個特別的旗幟 還有像這個 這個比較特色一點 它是魔山就是Mountains 魔山的部署 所以他們的攻擊力是 破壞力是十分強大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然後正好有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魔山本人 非常大一隻 如果在遊戲過程中 你會看到這兩個 都是同一個單位 可是人物的大小差別非常的大 那這裡面的細節做得非常好 不管是盾牌的花紋 或是裝甲裡面的 一些細節的部分 然後 還有這個 這個 你會說這是誰呢 就是我們第八季即將 還會再復出的Circe 那 你會說為什麼它會在這款 戰爭遊戲裡面呢 因為這一款冰月火戰爭遊戲 戰棋遊戲裡面 其實多了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例如說我們會多了一個戰術版服 讓一些非戰鬥單位 也能到這個戰獸版服 進行政治上的操作 然後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史塔克的部分 那史塔克當然就是有這一隻 這裡面這隻是灰豐 Gray Wing 那它是怪獸 所以 它算是怪獸的單位 所以你看到它的底板比較大 它在作戰的時候 它是一個獨立作戰的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也是史塔克一般的部隊 那它 比較特色的地方 是在於說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跟蘭尼斯特的裝備 比起來 就沒有這麼好 可是在戰鬥上的話 它會有它的特色 它非常的中心 非常不容易跑掉 可能蘭尼斯特 碰到一點小小的障礙 就會直接落跑了 然後 這是狂戰士 狂戰士 你會看到它拿雙持的斧頭 防禦力沒有那麼高 可是攻擊力非常的驚人 還有 稍微介紹一下 這邊 這個就是 Katelyn Stuck 凱特林 史塔克 然後還有 Salsa 這樣子 那我們最後來看一下 奇兵的部分 奇兵的部分 也是非常大隻 你會看到說 它坐在馬上 馬的細節都做得非常好 還有旗幟 那其實旗幟上 也有史塔克的logo在裡面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開箱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謝謝 謝謝